欢迎收看云端宝剑事 带你了解健康大小事 我是刘姿玲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 两代教养 在你我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一种冷 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 长辈的想法的确跟自己 或者是爸爸妈妈的不一样 这里面就出现了所谓的两代教养 那究竟两代教养 到底听谁的比较好 这样谁的小孩可以长得比较高 或者是比较完整呢 当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论调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三位专家 跟大家一同来分析比较 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美女中医师 谢佳穎 欢迎大家好 我是中医师谢佳穎 欢迎欢迎 第二位是我们的外景达人 阿松松哥 大家好 我是阿松 阿松是我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美丽营养师 张雨昕 大家好 我是雨昕养师 好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现场 对 松哥的地方就热闹 所以今天第一题来给你开 对 因为在座呢 我们三位美丽的小姐呢 都还没有小朋友 但松哥已经有小孩啦 是是是 我儿子都已经快要比我高了 等一下 你一开始讲这么关键的 好 儿子现在大概几岁呢 我们家哥哥现在是国二 要生国三 就是八年级要生九年级了 那另外一位 另外一个是女儿 现在是小五要生小六 哇 等于是十四岁十一岁 哇都是青少年呢 其实已经不好管理了 是是是 快要打不赢了 对 对打不赢哦 对所以好 先来讲家里的状况是怎么样 小朋友都很听话吗 小 等一下他马上接我下去 喂 那要说到 小也帅就买不赢 哎呀 小孩子听不听话 这个事情其实跟那个 怎么讲 我觉得很大的关系是在于 你用什么方式去教养他 如果你是用传统的 强压式教育的话 那永远不会有听话的小孩 你就是觉得 我说一 你怎么可以说二说三呢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刚问我说 小孩子听不听话 其实他们算听话 但是也很会硬碎硬急 对 所以在管理上面呢 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心得 所以我们今天呢 节目就针对了 这个几个大家过去 对于这个时代变迁的 养育观念 来做一个比较 那当然不管是 中医师文养师 我相信在门诊 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就是爸爸妈妈说 他都怎么样 他都怎么样 那小朋友就说 我没有 我没有啊 我没有这样子 或者说阿公阿嬷 有时候很关心 会陪同来到门诊 说是不是吃这个比较好 所以一开始 我们就从饮食习惯来 开头 那饮食习惯 其实很多人都说要吃 天然的食物 一开始我们讲 天然的食物 当然要请营养师 来定义啦 什么是天然的食物呢 天然的食物 其实就是圆形食物 那什么是圆形食物 就是你看得到 这个食物的圆形 例如说像是地瓜 你看得到是地瓜 芋头看得到是芋头 但是像火锅料 它就不是圆形的食物 叫加工食物 所以天然的圆形食物 是最好的 是 我刚刚为什么看到松哥 有惊讶的表情 圆形食物 像火锅料 我是这个圆形啦 中文 不是圆形 对 原来的形状 原来的形状 好那对你来说 什么是圆形食物 我觉得圆形食物 我自己觉得 是不是就是菜市场买的 然后上面没有写说 它有 通常就拿过来看 那后面没有很多 我看不懂的 那个应该就是圆形食物 是这样定义也不错 但是菜市场 小心也会买到火锅料 甜不辣 贡丸 鱼丸这些 菜市场 他拿起来下面没有写字 应该是有 那真的要很小心 就不是这样子来定义 对 所以反正不管如何呢 其实现在大家对圆形食物 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我们等一下可以要讨论啦 那中医师呢 我们叫得出他的名字 比如说鸡肉 鱼肉 然后蔬菜都叫得出来 他是红萝卜 他是什么东西 而不是说 对像他说 火锅料 贡丸 他就是 他到底是什么做的 不知道 对那这样子就是 就不是圆形食物 好 水冲哥在你小时候 你自己有印象的时候 你有常常吃圆形食物长大吗 还是有很多 人工的食品跟添加物 我们小时候家里很苦啊 所以只能吃妈妈煮的 我说真的 我一直从小学到高中 吃外面的早餐的次数 是屈指可数 然后我到大学 还在带家里的便当 所以你会不会很羡慕 别人的同学 超羡慕的啊 我就觉得可以吃便当超好的 可以买鸡排啊 然后吃外面的 早餐店三明治啊 然后吃那种蛋饼煎的啊 我都觉得好好 因为我们家永远不是西饭配菜 就是白饭配菜 然后早上我妈都现煮的 所以你中午吃的 跟早上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 现煮是很奢侈一件事情 所以对于自己的小朋友 你对他们的吃 你有加以管教吗 这个讲到这个 我跟我老婆的 管教真的差很多 我一直觉得 我小时候这样吃 我觉得很痛苦 我每天都吃妈妈煮的 我都很痛苦 而且我可以看到 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幸福 然后我老婆却觉得 她小时候就是都吃外面的东西 然后她也很注重原型食物 所以我老婆要求她自己 然后也希望我可以一起做到 每天早上起床做早餐 每天到现在 像今天早上是米汉堡 对对对 但是是自己做的吗 没有办法 那个一样是去大卖商 加热 加热 但是买有牌子的大的东西 回热而已 然后像昨天的话 是做自己做的汉堡肉 夹在那个半熟面包 对那前天的话呢 是我还要继续讲下去 就我们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早餐 这样不是花很多时间吗 所以我就觉得你要睡饱 你都不睡饱 她每天六点不到就起来 然后弄早餐 那小朋友有非常感恩吗 女儿有 女儿曾经讲过一个 她说妈妈 我吃你做的早餐 我到学校要到快中午 大概11点半 12点才会饿 那有时候我们睡过头来不及 就是买外面的三明治 或买汉堡或买蛋饼 我女儿会说 很奇怪 那个东西吃完 大概11点多就会饿了 我就想说 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应该是你们准备的热量比较高 如果是以米汉堡来说的话 它淀粉比较高 那如果你是买一般早餐店的蛋饼的话 它其实热量就200多卡 因为我老婆除了淀粉类 她还一定会准备蛋白质 譬如说如果自己 豆浆啊牛奶 或是她也会煎 或是蒸蛋 对对对 一定要让她早餐有个蛋白质 是 钟医师感觉也是吃得很营养的人 所以你自己对于这个早餐的概念 你都会怎么样来做调配 我觉得也是以蛋白质就是为主 比如说 就如果没有很饿的话 就是可能蛋啊 茶叶蛋啊 然后配豆浆啊 然后或者是 我会自己煎鸡胸肉这样子 哇 这很健康耶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蛋白质摄取是蛮重要的这样子 对对对 那雨昕呢 我自己像今天是夏至嘛 就很热 我通常夏天我就会早上用优格 因为很快 我会优格然后加莓果类 然后再加起鸭子 然后再加那个坚果 就是很健康的油脂 然后又有植化素 然后又有蛋白质 然后又益生菌 然后当早餐 这样可以撑到12点吗 大概10点92了 吃的太健康 可能要再多加一点点热量的来源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观念都很新颖 对于这个圆形食物跟健康椅食 其实现在大家都能够接受 因为在我小时候 我不知道阿松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阿嬷觉得稀饭很营养 所以早上呢 我记得这个还没有幼稚园的时候 我妈就是都没有办法管我们妈 所以阿嬷就会煮稀饭配肉松跟酱瓜 还有面井 当时我都觉得很好吃啦 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这个长辈 会不会干涉你们对小孩子的食物 现在以我爸爸来讲 他就已经不太干涉了 为什么 因为只要不住在一起 他都干涉不到 把根源给解决 对 这个根源把它拿掉之后 他就看不到我们吃什么 可是因为他每天早上 我妈每天早上会走到我们家 接我女儿一起上学 因为等于是老人家一个散步运动了 所以他就会看到女儿吃什么 他就觉得我们很用心在准备 那他就想过 为什么不给他吃酱瓜 早上这么冷 为什么不给他喝个稀饭 他有类似提过 那我老婆就会说 那我也会说 我说其实如果他可以吃不一样的东西 那个酱瓜可能比较咸 那个东西可能会对他的成长 会有点阻碍 所以他就默默的就背奥 所以其实那算是食品添加物 对不对 其实腌制类的 我们通常都比较不建议 主要是因为他的钠含量比较高 那其实台湾人大部分 盐的摄取跟钠的摄取都偏高 所以血压也比较容易高一点 还是吃原型食物会好 对对好还是很强调原型食物 地瓜稀饭就会好一点 哦对他也是比较原型的 然后再进行这个烹煮的 好讲完了饮食的原则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教育 那其实以医师跟养师来说 应该是小时候都很认真念书的人 好对我们要先来问中医师 好以教育的原则来说 小时候爸爸妈妈对你的管教上 有没有特别严格的地方 嗯其实真的蛮严格的耶 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没有 就是在学校以外的时间 我真的没有时间跟朋友出去 就是什么 对就是早上妈妈就会把我送到学校门口 然后放学就在门口 原来你是一个没有朋友的 对我没有什么童年的感觉 真的假的啊 没有他会带我去很多才艺班什么的 但是我就是都忙于这些事情 然后不会说那种有 下课跟朋友去什么公园玩啊 对对对 就比较少这些时间 你该不会就是我们之前 那个在网络上看到那个爸爸妈妈 就是有人贴出来说他的行程表嘛 什么几点游泳 然后我就是晚餐在车上吃 是这样吗 嗯蛮像的 天哪 但是我妈妈也是很注重我的饮食啊 她其实都会三常帮我带便当 是她煮的 对所以我中午也是 就是去门口拿便当 是门口拿便当不是真便当 没有没有不是 对不是早上就带去学校 他是中午送到门口这样 哇家长真的是对对对对 家长标杆很用心的家长 那你小时候的回忆 有给你什么样很深刻的印象 比如说什么才艺班 你觉得音乐或者是美术 或者是让你觉得说现在长大了 觉得还是很有用 嗯我觉得很有用真的 我觉得比较难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我妈就是会带我去学画画什么的 然后音乐 其实我音乐那时候蛮多 我就学钢琴又长笛这样 圆满要走音乐班 但是实在太晚开心 难怪这么有气质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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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些过程 其实也蛮快乐的 就是在享受音乐的过程啊 对对对对对对 虽然有压力 但是我觉得是开心的 是一個快樂童年 但是是很有系統的 爸爸媽媽都安排好了 對 安排好 非常充實 沒錯 暑假也是這樣嗎 暑假更充實 因為我以前念的那個小學 我覺得我們忽然很害眼 三位很carefree的人坐在旁邊 對 就是小學的那個作業 其實很多都是已經要寫什麼功課 可是我以前讀的那個小學 是實驗小學 然後它是給你一整本 空白的圖畫紙 所以你要自己去填滿它 所以我媽媽就會讓我很充實 去參觀古蹟啊 然後去幹嘛 然後去吃小吃 因為我是台南人 然後我就要在那邊畫 然後畫我這個暑假 到底過了什麼 就是一整本空白 然後讓我填滿它 是很有想像力的一個方式 就是一個想像力的暑假寒假 實驗小學在當初可以念 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不是每個人都進得去喔 對 謝謝爸媽栽培 家裡滿有媽哭的 哈哈哈 但是會不一樣的收穫啦 對 營養師呢 營養師小時候也是這種 爸媽媽管很多的嗎 其實我爸媽是不太管我 他是走比較放任式的教育 所以我記得我小時候 幼稚園我是不喜歡去上學 每天都是哭著去上學 然後有時候我爸媽就滿疼 我就說那你今天就不要去上學 跟媽媽去上班 那上班比我比較快樂嗎 我就跟我媽去上班 然後她辦公室那邊有白板 我到那邊畫畫 也是畫畫 也看得滿開心 但後來就是國小的時候 大概也是上滿多才藝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上的 有一個是術讀 我覺得對於現在還滿有幫助的 就我現在看書都看滿快的 我記得 楊氏速度 對 楊氏速度 當時在我們小時候滿流行的 松哥可能 沒有 松哥想說你們在說什麼 然後那時候也是有去上一些 像什麼合唱團啊 音樂班子弟班 然後還有那個舞蹈班 那我覺得舞蹈 我那時候學了八年吧 所以我覺得好像 體態跟現在還是會有影響 對啊 我覺得今天來的 意識營養師都特別的有氣質 整個節目都不一樣 雖然我們有松哥的價值 是不一樣的氣質啦 最沒有氣質就是我啦 我們比較接地氣嘛 所以我們小時候做了什麼 你覺得對你 其實大家也很好奇說 松哥的教育的這個背景 讓你現在對於這個 不管是節目輕鬆的方式啊 或者是旁白這個配音的方式 都覺得很特別 我小時候其實說真的 因為爸媽在市場做生意 我們真的下了課 就是回家裡 那家裡有誰 阿公阿嬤啊 然後如果叔叔他們下班回來 就是家裡人很多 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家庭 那小時候真的是隨便養隨便大 就是你下課之後 也沒有說一定要補習啊 除非你哪一科不好 媽媽才會去找補習班 然後呢 你就是騎著腳踏車 跟弟弟啊 跟姐姐到處去 然後腳踏車出去 就會遇到自己的同學 或遇到隔壁班的同學 所以你基本上是可以 認識很多班的同學 在不同的遊樂的地方 對 中醫師眼睛都在發光 對 哇 好有趣喔 你知道我們小時候 那個家裡附近 那個淨水廠還沒蓋好 它有那個沙堆 就是碎石子堆成的沙堆 我們是腳踏車牽上去 從上面沖下 這是好危險 這應該會被家長投訴 現在不可以亂招 以前啦 以前啦 對 所以我們會去探險啊 會去一些市場結束之後 它燈都關掉 會跟弟弟騎著腳踏車 進去裡面通看西看 就覺得哇 這裡味道好重喔 這裡面到底是做些什麼 對 它就會滿足你很多的想像力 然後呢 因為你會去不一樣的地方探險 有想像力 有創造力 你會去認識不一樣的人 所以你會有親和力 那當然在語言方面 我們家是很老的台北人 所以我們的台語國語都非常好 那台語為什麼那麼好 就是你遇到任何的 就像一個村子裡面 你走到哪 人家都知道你是誰誰誰的小孩 你做什麼壞事 都會被人家去跟你爸媽倒 就告訴人家說 你這個小孩子做什麼壞事 所以變成你的台語也要很好 你要聽得懂人家喊你在幹嘛的 那你也要去應對 所以它會讓我們很free 當然就會有不一樣的生活環境 是 我覺得現在這樣蠻開明的 探索其實也是讓小朋友 學習一種很好方式 雖然中醫師也是被規定很多知識的課程 但其實它裡面是用探索的方式 它的探索是屬於不一樣的 樹葉有專攻 對 就是各個專業去了解 對 就比較侷限性 可是也是有成長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三位都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跟健康有關的 也跟這個兩位的職業有關係 因為從頭到頭我相信 不管是自己或是做爸爸媽媽 都會遇到小朋友跌倒 萬一你看騎腳車跌倒怎麼辦 你先說你跌倒的時候 你第一個想法你要做什麼 想辦法 蓋住不要被爸媽看到 我回去要去打死啊 我還記得剛朋友在路上騎腳踏車遇到 然後就一邊騎一邊聊 結果朋友一個重心不穩倒下來 車子往我這邊倒 我自己的腳踏車也倒下去 那個腳踏車的那個 你知道在踩的地方不是一個轉排 但是一根一根一根 一根刺刺的 對 他就從我的腳這邊整個刮下去 所以這邊就有六七條這樣 整個腳掌上都是寫 然後就是要想辦法躲起來 你很勇敢 第一個想法是 先躲起來 當然啊 然後想辦法弄到一個 就是血都停了對不對 然後你也感覺好像 他就是一點點結痂 找地方用水弄乾淨 那默默的頭 默默牽著腳踏車回家 後來都沒有擦藥 當然有啊 晚上就被發現啊 對啊 洗澡的時候 就會痛然後就被揍啊 是 所以爸媽還是就是有 就是用正規的醫療方式來進行 沒有喔 喔 沒有 是去村子裡拿了什麼東西來嗎 拿那個幼草打成泥然後敷對不對 有個東西叫 左手箱 倒手 可是這個現在是被認可的 對 要問綜藝師 對不對 對啊 左手箱對不對 對對對 他其實蠻不錯 然後我譬如說燙到 媽媽就會從冰箱拿出一罐 不知道奇怪的白色的罐子 上面沒有任何燙傷兩個字 可是媽媽就會說 這個來 我跟你講這個抹下去 他就好喔 可是事實上都只有涼涼了 但是很痛很久 對 應該有吧 大家都有遇過吧 大部分都有遇過 可是現在就是說 不要留疤 還有不能用來得不明的東西 你實對不對 你剛剛左手箱是OK的 可以可以 還可以 對 但現在譬如說像他說燙傷 現在就是有那種紫芸膏 對 那種其實 對 對 他其實也是紫草啊 然後加麻油 然後一些成分 中藥成分 然後他其實就是可以讓你 比較不會留疤 然後也可以讓他趕快消炎 也許是那阿姨自己調的 上面沒有血成分啦 有可能 以前老人家都覺得 就沒辦法親在狗狗的 老祖宗智慧應該是有傳承下來 只是用不一樣的形式表現 可能是這樣 那家裡以前對於醫藥 就是因為 當然也是中醫師嘛 有沒有特別注重一些 比如說感冒一定要怎麼樣啊 其實還好 但是他們一定會帶我去看醫生 或者是做比較就是按部糾班的方式 因為其實我父母是開幼稚園 所以他們其實在家裡就是 有SOP嗎 對 有SOP 體溫劑 對 對 對 就是先量體溫 然後先幹嘛 然後就是送到哪一個就是 診所什麼都安排好這樣 他很理解啊 因為開幼稚園 所以你要對所有的家長負責 沒錯 所以他其實都有一個SOP 對喔 所以我爸媽不應該賣菜的 不會不會 都有很好的成長 像我小時候是我阿嬤帶大的 然後就真的都是民間療法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發燒還是感冒 我阿嬤都會拿給我那個燒的那個叫浮水 真的嗎 其實現在還有啦 我也不要那麼驚訝 現在還是會嘛 現在有時候我們在看展 也是會聽到我那個阿嬤給小孩喝 對喔 那除了浮水啊 浮水一碗 你們有沒有吃過金丹 金丹 就是阿嬤會拿出一個紅色的紙 一打開裡面都是灰灰的 灰色的屑屑 香灰嗎 對 他就是去廟裡那個金爐有沒有 金爐啊 擦香的那個香爐 他就去把那個金或者是香的灰 挖出來 好像要你吃掉嗎 對 泡在溫水裡面喇一喇 然後就回下去了 其實應該不行對不對 現在被證實了 我小時候喝很多耶 喔 還好我好像沒有 那長大不關心 等一下讓我來探討一下 那其實不應該喝香灰跟浮水 對不對 對 其實理論上 我是覺得如果真的是喝上面比較清澈的 它是水 還好 對 但是那個雜質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化學物質 你傻傻的 阿嬤說那個最有效 哈哈哈哈 那最有效的金丹 你怎麼淹下去 或是說阿嬤就會說 黑黑的那個就擦身體 喔 可是擦身體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所以這就是兩代教養出現這種奇異的部分 有時候你沒有聽長輩的阿嬤會覺得說 阿嬤會你好啊 你怎麼不聽 要做了才會有用 所以有時候我也發現年輕夫妻跟長輩溝通 就會發現一些不開心的事情發生 對 那接下來呢是育兒理念的改變 我們在講的是自主性 所以問松哥 其實現在小朋友都進入青春期青少年了 你會很尊重他們的自主性嗎 我還在學習啊 因為每個人都是從當爸爸開始學著當爸爸的 那小孩子一直在變 我們也跟著在變 我老婆是跟我說不要一直碎唸啦 要讓他自己有想法 然後他如果有什麼樣的東西要跟你講的時候 你先不要出意見你就聽他講完 因為有時候男性的管理是會比較希望 他是有紀律跟服從的 當然 就是我講一你怎麼可以回嘴 而且尤其家裡有男生 你有時候會希望規定他做什麼 可是他們又做不到 就根本做不到啊 譬如說以現在來講最難控制的手機 我們就說你回家 要嘛就是30分鐘給你看 看完之後把所有事情做完就睡覺 要嘛就把所有事情做完之後 再讓你看30分鐘 但我兒子永遠做不到 永遠做不到 他永遠就是會把手機拿起來 就一直看一直看 那譬如說舉一個最簡單 因為剛剛講到那個紀律服從 還有一些就是教養的方式 我媽他們就會覺得 小孩子如果哭了幹嘛 你要馬上去抱啊 從Baby的時候 那譬如說小學生 他如果在學校被人家欺負幹嘛 去學校找人家理論啊 怎麼可以這樣呢 可是我們現在就會變得是 你要先了解一下 孩子為什麼回來哭 搞不好是他被人家打 或者是他打人家回來 二人先槓撞啊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是 我們在跟老人家講東西的時候 變成是我要先 把所有事情了解完了 才能去回家禀報 對 所以其實在觀念上 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難處 但有一個比較實際的 我也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東西到底掉到地上 幾秒才可以吃 那我先問養師 東西掉到地上再撿起來吃 因為阿公阿嬤或是有一些 我覺得我也有一點這樣啦 就是比較習慕愛慕的概念 對 就覺得說還可以吃 那營養師你自己 我們先講一個平時的建議好了 如果是正確的話 當然是建議不要吃會比較好 因為地上一定就有一些細菌嘛 那可能會如果有的人 他的免疫力比較差的話 然後所以會有一些腸味道的問題 但也還滿多人是一些鋼鐵味啊 就是他們會說 三秒法則掉到地上三秒鐘 然後可以吃 其實也不會有什麼事 可是有時候我們就是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是 對 對 松哥應該是都有讓小朋友吃啦 基本上 還是自己吃 沒有沒有 我自己吃我覺得 我才要講說 對 基本上掉下去 如果我老婆看到就是我們自己吃 如果我老婆沒看到我就讓她吃 因為東西你還是 如果那個地上不髒的話 你常常在家裡室內OK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在室外 譬如說公園掉下去 那就不要吃啦 對 在大馬路上怎麼可能撿起來吃 對 但我也聽過真的有人為了這件事情吵架 我不知道 中醫師在家裡有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從來沒有嗎 呃 有啦 有掉下去 但是就是 我覺得媽媽也是比較 就是省比較惜膚 她就會 可是她會洗一洗 喔 她會洗過 對 因為有了一點 喔 講到洗過 我媽是覺得 我媽她有一個想法 髒掉了對不對 沒關係 拿去用乾淨 煮過的開水 洗過之後就能吃 燙過這樣 不是不是 是冷的開水 那冷的開水不是細菌也是很多嗎 對 所以她這個觀念我也不太懂 通常應該是用熱的開水燙過對不對 對 她說沒關係那個冷的開水 已經煮開過的冷開水 她說洗一洗也是可以吃 這樣是可以嗎 我覺得還是要熱的 燙過至少燙過 對 燙過應該吧 跟營養士也可以用熱水嘛 對 所以其實 感覺這一集要叫我媽來 對 那會現場吵起來 好像吵起來 這這麼多觀念 好 所以接下來我要講一個 其實我小時候 然後在我大概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有一種非常火紅的補品 叫做鹿茸 我記得小時候我們去陽明山 然後因為可能家裡同學有人開農場 他們就養了很多梅花鹿 然後他還會送我們那種鹿茸酒 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補品 那時候我爸媽就會說 這個很棒喔 可以一起喝 但是我都不敢喝 所以我也不曉得說 這種所謂的這種名貴藥材 吃了才能健康成長這種迷思 會不會在中醫的診所也出現 非常有 而且其實都是上一輩的 就是阿公阿嬤輩的 就是會說 要不要給他補一下 他現在怎麼那麼小隻啊 怎麼好像都吃不胖啊這樣子 所以就是很容易 自己去買藥材給他補這樣 但是其實這是不太對的事情 那他們的藥材會來給你鑑定嗎 當然不會啊 因為都是阿公阿嬤 通常都是爸爸媽媽帶來 就說他去買了什麼藥材 他吃了阿嬤 他吃了這個什麼東西怎麼辦 對 他說這樣可以嗎 這樣是可以的嗎這樣子 對 中哥笑成這樣 是小時候吃過嗎 還是 對 我阿嬤 因為我小時候會一直咳嗽 我個子又很小 長不高 然後老人家就給中醫看 中醫說他這個就是氣不順 會一直 然後後來我阿嬤就說 去切那個粉光森 每天給我一小包 然後每天就是在學校 沒事就拿一片起來 可是很珍貴 在那個年代 我阿嬤也會切粉光森 然後還有龜鹿二仙椒 黑黑的一坨 然後喝起來 妳阿嬤比較感慨啦 會比較省 就小小一包粉光森這樣 所以妳也有吃 有 小時候真的吃很多 它真的是補氣的嗎 其實粉光森其實是對小孩 的確是氣管那些蠻好的 但是其實 我覺得重點還是要給醫師去評估 因為我覺得像你說咳嗽 那邊KKK 其實它造成的原因有非常的多 尤其是像 我覺得像現在的小孩子 他們就是會接觸甜食很多 飲料很多 然後其實會造成 身體比較多彈食 它其實是吃那種彈 生彈的問題 並不是 你是不是小時候偷吃糖果啦 不是 我們小時候糖果很少 我在懷疑 我小時候是不是有亞... 那種亞斯伯格 不是 妥瑞 就是有一點強迫症這樣子 對 不知道啊 已經過很久了 但時間過去了 對 所以雨昕也有嗎 雨昕有吃相關的補品 然後妳覺得對妳有幫助嗎 我記得 因為我小時候有氣喘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阿嬤就是會給我吃粉光森 後來長大好像就比較沒有復發 對 所以這樣子還OK啦 可以接受了 就是家長長輩出一個關心的想法 好 另外我也發現了就是 我不知道每次遇到什麼事 生病啦 大大小小的事情 阿嬤除了喝福水跟求香味之外 好像會有是不是 身上一定要帶玉佩啊 然後帶一個平安服啊 在診所也有看過這樣的狀況嗎 有啊 有那個小孩生出來給我爸阿嬤 就是這邊掛超多的 我就說那妳可以先拿下來嗎 手上都是各種 我有點摸不到妳的麥 這樣都被擋住了 對 然後就會說對 就是她出生啊 就是阿公阿嬤就會覺得要保佑她 讓她平安什麼 就會掛一堆這樣 那這種小孩小時候有被強制進行過什麼樣 比如說保平安啊 避邪啊 我們都會去除了帶去廟裡拜拜之外 就是譬如說兒子女兒 他真的很容易就哭啊鬧啊 我還記得我們家哥哥小時候 我還去河邊 他半夜睡覺都會驚醒 去體育房邊撿了一顆這麼大的石頭 像小玉西瓜這麼大 撿回家壓在床底下給她做膽 妳知道嗎 讓小孩做大 他這麼睡 他才睡得入眠睡得安穩 對 然後妳說小孩子長大之後 我就發現 這個事情好像不能免耶 我老婆都覺得就帶去給醫生看一下 我說沒關係回家 我們家聽到有聲明嘛 那個請阿公阿嬤就是拿一個什麼繩子 保佑的那個給他綁一下 身上除了帶妳剛剛說的香火 還要帶那個平安繩 我覺得啦 我覺得應該要給孩子帶 因為孩子他本身他還是會比較 譬如說他可能在我們不知道的時候 去到哪裡遇到了什麼事 對 也許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老婆覺得還好 但反而是我覺得應該要帶 對 因為我是這樣長大的 對 也真的會去一些磁場不好的地方 尤其他這麼喜歡探險 去那種沒有光線的地方 我覺得給他帶是會讓老人家 第一個老人家覺得有東西保佑他 老人家心比較安 他自己也會心安 對 那第二個是讓小朋友覺得 有神明保佑他 他自己也會心安 我覺得心理作用有時候也會是一個 不錯的方式 真的 像我自己是農曆七月都一定會帶 我是過分那一月份 不知道做多少虧心事 沒有 但七月怎麼會要離開 農曆七月不是比較暈嗎 女生希望陽氣多一點 也是希望心安一點 對 我覺得心理作用還是有一點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討論一個比較重要 就是因為剛剛在講成長的過程當中 很多家長都會希望你平安之外 很希望你長高啊 對啊 所以我不知道說以前就是 長輩有沒有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讓松哥希望可以長高啊這樣子 對 那我們也可以破除一些迷信嘛 就大家會發現說他可能也許真的沒有用 我要怎麼講 我怕講完之後觀眾會更迷信 我講一下我自己小時候是非常挑食的 我連青菜都什麼吃什麼不吃 然後呢 我一直到 小學國中要畢業的時候 我才140級 150出頭 真的個子非常小 可是小學140好像是比較正常的吧 沒有 我小學畢業是130級 然後國中畢業的時候是 有點差距了 對 國中畢業的時候是大概 149-150 真的個子很小 對 然後呢 我上高一的時候 我永遠記得這件事 我媽不知道從哪裡打聽來了一個轉骨湯 超難喝 你不要喝喔 沒有沒有 我有喝 重點是他弄來的時候呢 他給我跟我弟喝 我高一嘛 我弟國一 然後呢 他就說 國一也是差不多要喝的時間 那我是因為之前沒有聽說有這個東西 所以現在找到了 所以他弄來給我喝 你們知道嗎 在我高一喝的時候 我就慢慢長高 長到現在大概160左右 我弟呢 生國一的時候喝 他一年長了17公分 我媽 我昨天才跟我媽聊 我媽說他總是覺得怎麼小孩子的褲子又太短 然後怎麼一直在買制服 他說那一年他買了大概有三套四套 然後每次要大兩個尺寸 因為老人家都會怕孩子長很快嘛 他就買大兩個尺寸 然後再折起來這樣 然後我第一年長了17公分 高一幾歲 16 16歲 然後弟弟是幾歲 13 他跟我差3歲 那弟弟後來長到幾公分 184 對啊 是不是時間點的問題 莊醫師說他高一是不是來不及了 所以是不是我講完之後 大家就會雪片般飛來問是什麼 轉步他 轉步他應該都有用 一般來說 男生的古靈生長的時間 黃金快速時間點是12到14歲 那大概一年會長 我已經過了 對啊 你媽媽太晚發現了 已經超過那個時間了 一年大概平均會10公分 那女生的話比較早熟一點嘛 所以是11到13歲 然後一年大概是8公分 但是有時候會因為一些飲食狀況 例如說喜歡吃甜食啊 或者是炸物 油脂比較高的 或是說比較晚睡 或是說體重太重 這些都會影響 你剛講的那幾個 我只有晚睡這件事 你多晚睡 我好奇 我記得高一的時候 就大概12點睡 可是因為念的學校 離家裡很遠 要坐兩班公車 那時候還沒有捷運 所以就變成 你要5點多要起來 這麼早 你要坐兩班公車 你要去台北 我也是在轉車 你有這麼認真 我還有一個小學 因為我爸媽他們沒有開車 他們在市場做生意 他們更不能在我上課 他們很早比你早出門 對啊 我爸都4點多就出門了 那真的很辛苦 那你幾點睡 11點多啊 11點也沒有真的太晚 睡眠時間比較短 等一下有一個太晚 你都幾點睡 我是說小孩子來說 高一高一高一 就是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對 因為其實小朋友 他們的生長期數是晚上10點 到凌晨1點是分泌最多 而且他知道小朋友 熟睡的時候才會分泌 所以我不能10點 我們就11點才睡對不對 你大概9點半就要睡 然後10點是熟睡的時候這樣 天啊 好 現在小朋友有做到這件事嗎 我很努力要求 每天為了這個跟小孩子吵架 對 很難 超難的 你有沒有辦法讓他們早一點起來 好像沒有 我兒子每天都說我可以再睡一下嗎 我可以今天不要上課嗎 然後有一天我兒子發燒感冒 然後上上個月我兒子他長水痘 他在家裡隔離一週 我女兒每天說好好喔 可可可都不用上課了 他們每天都不想上學 可是都不想早點睡我都快瘋了 你在早點睡真的是要很難有誘因 小時候你怎麼早睡 媽媽叫我去睡我就要去睡 聽媽媽的話 服從 服從 對 服從 教養 要有點就是規則這樣 超難的 你比起同齡的人 你大概長高的 就是速度會比較高嗎 你有發現嗎 我覺得我就是蠻平均的 就是大概可能小五小六那時候 開始往上抽高 我覺得就是蠻跟一般的 生長的過程差不多這樣子 對 但是我覺得小朋友的成長 因為他們其實他們的身高 其實跟父母的基因很有關 他們大概70%是父母基因 然後30%是後天 對 所以其實 好 孫哥 孫哥你要分享一下嗎 不是 我要昏倒 70%是父母的身高 我老婆跟我一樣高 所以小孩大概就這麼高 但是有機會吧 因為我們剛才在講轉骨 他你的 你弟弟都可以長180幾對不對 可是基因應該也是好的 對啊 說兄弟 你這一句來不及 我基因也是好的 對 我爸大概就我這個身高 我媽大概150 所以呢 你看我這個身高已經是OK了 那就是後天 小時候會說是爸媽身高加起來除以2 可能是你的身高 小時候有這樣聽 現在大概是爸媽加起來 然後加12 然後除以2 加12 男生是加12 女生是減12 然後除以2 可是他們其實還有正負8.5公分的距離 可以補品等等這樣 這樣算一算好像170 175 不錯啊對不對 希望他可以 對 所以還是有機會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營養補充 是非常重要的 那既然講到了營養補充 我們要請謝醫師來說 因為剛剛講了這個多重要的轉骨湯 那我相信在門診當中 也有很多人就直接問你說 小朋友要長高 或許你們家小朋友也可以 時間到了 快點快點 什麼時候要去看 那我要吃什麼 那說實在我覺得轉骨就是一個非常民間傳統的一個說法 但是其實轉骨對我來說 它就是一個就是輔助小朋友成長的過程 所以說時間呢 其實在青春期之前 我覺得最重要是顧他的脾胃 如果他在青春期之前長得不好 因為他們都有一個生長曲線 那其實在青春期之前 一般的小朋友應該要一年長4到6公分 是比較正常的 對 那如果發現生長曲線有點偏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去給他補脾胃 那這也是一種就是幫助他的方式 那進入青春期的時候 就譬如說他開始有第二新增的產生 女生大概就是開始長胸部 然後男生大概就是他的蛋蛋會變大 對 那就是進入青春期的時刻 就是兒子每天回來我摸一下 感覺有點不大 對 其實你直接是會嚇到吧 其實男生真的比較難發現 對啊 因為男生真的是有點偏害羞 對 然後有些家長還真的直接叫小男生來 就說你脫下來給醫生看 然後 我其實也 醫生很害羞 對 對 我其實也蠻害羞 是不是 摸就好了還躲下來 對 那如果他們第二新增開始 那代表他們的確是進入青春期 那就是要多給他一些 就是轉骨的配方這樣子 對 那轉骨方的話其實在 我覺得就是每個孩子其實 他們要吃的東西其實也不太一樣 對 就是每個小孩適合的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什麼的轉骨方 其實也要經過醫師去評估 然後會比較好這樣子 對 因為現代人其實非常忙碌啦 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沒有給小朋友吃什麼補品 我媽一定是叫我拿那個轉骨湯來給他吃 然後我在弄的時候就覺得超麻煩 怎麼擠碗水弄成擠碗水 然後煮完之後呢 他說那個煮好的第一次還不能給他喝 還要再加水 然後再用火或者是用電鍋再煮 然後又剩擠碗水之後 他煮兩三次 我覺得超麻煩的 然後重點是煮出來孩子又不愛喝 對 這個很重要 不愛喝 那你要 不愛喝就沒用 對 一點用錯都沒有 所以現在就是有一個非常因為時代眼鏡 我們有了很多方便的選擇 對 所以現在是不是有很多就是在這種轉骨配方 其實已經非常便利準備給大家 然後就可以直接打開就可以喝 對 現在其實外面就是房間有比較做成吸引包的東西 對 然後我最近就覺得 欸 就是發現了一個還不錯的東西 對 就是這個 專管核糖轉大人 它就是一個低基金 然後它裡面其實就是有基金的成分 因為其實蛋白質是小朋友 他們成長很重要的部分 對 邊講我們就邊來研究一下 這是給女生 這是給男生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兩個顏色不一樣 對 其實我覺得男女生他們在短骨的一些部分 他們其實會針對不太一樣的地方 女生可能多一點補血的成分 那男生可能多一點補氣的部分 我們可以講一下兩者裡面的成分不同 因為我看松哥正在研究 不錯耶 沒有我看不懂的東西 對對 都是原型失誤 對 除了字有點小 對 要請醫師講解一下 除了字有點小 它其實裡面就是 第一個它有基金 我是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它把就是基金 然後結合一些中藥的成分這樣子 那最後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些補氣的東西 譬如說黃旗啊 然後黨參啊 然後枸杞 紅棗 然後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它裡面有紅棗 其實會比較甘甜一點 還有枸杞 這會甜甜的 所以它其實適口性會比較好一點 既然可以適口性 我也很好奇 現在是不是 直接可以打開來就喝 現在就可以喝 它最特別的是我覺得 不用煮熱嗎 對 我的一開始也是很好奇 為什麼 就現在這麼方便 因為它 我覺得它是調整得很好 因為其實有些經營包 也是要隔水加熱 會比較OK 對 但是其實它是 直接打開喝常溫 其實它就不會有那種 雞精的那種 腥味 其實就是還不錯 就真的很像一個 我好像喝了一包 就是蠻不錯的雞胖 不想要喝藥的時候 這個就還不錯 現在大家就打開來看看 跟小時候的轉骨配方 對 直接打開來就可以喝 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像雞精裡面 就有很豐富的氨基酸 對 蛋白質跟氨基酸 是不是成長必須的元素 對 沒錯 因為我們蛋白質補充足夠 是很重要 然後還有像生長激素 也是需要蛋白質 來做它的原料 中醫師自己 你自己喝都點頭 它就是很清香的 那個雞湯的味道 然後其實它裡面 就是有一些 就是枸杞啊 紅棗的那個甜甜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 小朋友也不會排斥 因為其實我覺得 就像松哥剛剛說的 就是小朋友要入口 是最困難的事情 如果有些 他藥粉沒有辦法接受的話 對 我們這個用喝的 其實它就是 接受度會比較高一點點這樣 松哥你自己覺得咧 好喝欸 你覺得好喝喔 被美食男稱讚不容易喔 我第一個我很怕冷的會有油 你知道嗎 油很噁心 可是它不會 然後再來是香香甜甜的 然後它本身的藥味 我以為會很重 也沒有 然後呢 喝了之後 可能因為你說的枸杞 檔森什麼的 還有黃旗 清香的感覺 然後喝下去會回甘 就舌根的中間 你會覺得 對有點仙草茶那種感覺 這如果每一包都附吸管的話 就100分了 你這樣插了就可以 你現在要環保啊 對不對 就可以直接打開來喝 像平常我自己喝雞精 都會覺得說要加熱喝 所以我剛剛很驚豔 直接喝完全沒有任何的腥味 原來常溫也可以 而且它再加上一點就是 紅棗啊枸杞 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不會有太重的中藥味還不錯 而且它很方便的是 我覺得它就是 也可以直接入菜啦 就是比如說 媽媽今天要煮一個什麼東西 給她喝的話 就加一包 加雞湯啊 還是什麼 你感覺加麵線一定很好吃 對 有種藥膳麵線 對藥膳麵線 對 然後或者是用滷味啊 也可以把它增加一點 滷味還可以到 都沒一個鹽包 有沒有戲劇 滷味喔 這個拿來滷滷味太浪費了 太浪費 給小朋友吃OK 給小朋友吃OK 我覺得那種麵是不錯的 麵線麵不錯 對 或者是家裡可能自己 有些老人家會喜歡 在家裡煮一點雞湯 譬如說香菇雞湯啊 或者是那種蛤蜊雞湯 這個時候把這個倒下去 就變成那個味道會更濃郁 但是孩子不知不覺中 把該吃的營養分都吃下去 我覺得這蠻好的耶 對 我們請中醫師來講一下好了 因為醫師我們其實蠻好奇說 她就是過去 不管是這種老祖宗的智慧 或是傳承下來 這一次中環核糖 她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她的故事性在哪裡 為什麼大家覺得說 她是一個很值得信賴的品牌 她是一個台灣一個 第一個女中醫師 叫莊淑琴博士 就是為了她自己的真孫子 然後她就是研發了這一款 她裡面就是有加一個紅棗的米露 然後對再配合雞湯 米金紅棗露 米金紅棗露 對米金紅棗露 對然後再配合一些種藥材 然後因為我覺得就是這個中醫師 她其實對就是轉骨啊 成長部分 她其實也是蠻有研究的 對所以其實她 在這個部分研發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蠻可以信任 這很方便嗎 對這很方便 所以其實松哥你小時候我也好奇 就是你除了要長到這件事情 你喝這個轉骨湯之外 你還有做別的事情嗎 我其實那個時候 我當然打了很多籃球 以前的男生不是說 你幾歲開始打籃球 小六的時候就去打籃球 對然後我一直記得 我長最高的時候 是小六升國一的時候 對那個暑假 我記得從暑假開始打球 然後到那一年的寒假的時候 我大概長了六七公分 可是現在聽起來 對醫生來講那是正常 一年才長六公分 其實應該是在那個時間點 對然後因為我一直是 做學校的座位第一排 然後一直上國中之後才 可以做到第四排 就好開心喔 結果等到冒完寒假回來 我又做第一排 對所以真的是 就是時間點非常重要 打球然後運動 然後吸收 對營養補充 我覺得可能那時候 腸胃吸收不好 對要是吃多拉多的那種 對所以請雨昕來講一下 長高的要素 我們整合一下 給我們觀眾朋友 或是爸爸媽媽要知道一下 長高的要素 對你剛剛講蛋白質嗎 運動嘛 睡眠 你可以把它綜合講一下 那像長高的要素 我們先講一定NG的好了 像現在很多小朋友 放學喜歡吃炸的啊 下課後直接去買炸薯條 鹹酥劑 這種就是比較NG的行為 因為炸的東西 會比較容易導致 你的荷爾蒙 是 開始那個有第二性徵的巴 那我們家女兒很愛吃車輪餅 車輪餅是甜的也是NG喔 而且會生產啊 講話會可笑啊 對主要是因為我們吃甜食啊 會導致胰島素分泌 那胰島素分泌 就會讓你的生長激素下降 所以我會建議小朋友 最好是甜食還是要少吃 然後再來睡眠也很重要 因為剛剛我們 莊醫師有提到 睡眠的時間會導致 你的生長激素的分泌 9點半 對 然後再來呢 就是飲食上要注意什麼 第一個就是蛋白質的補充很重要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生長激素 它的養分就是蛋白質 然後還有我們的肌肉啊 骨骼都需要蛋白質 那第二個呢就是鈣質 鈣質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在生長階段的小朋友 我會建議鈣質每天要吃到 800到1000毫克 所以大概 這個算是蛋白質還是 它這個算是 按基酸蛋白質要一些補氣的成分 但是鈣質的話是另外的 那鈣質要怎麼樣計算 通常我會建議就是 牛奶1cc就是1毫克的蛋白質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吃到主量的話 可能一天要喝500到1000cc的牛奶 哇 這麼多啊 所以小時候很多人會 把牛奶當水喝 是 對 所以它就那個 我記得我小時候有一個同學就是這樣 它就長很快 但是其實有時候你這樣也會導致說 攝取過多的鈴的這個營養成分 所以其實有時候也可以補充一些鈣片啊 或者是吃芝麻 小魚乾這一些 那補充鈣以外 其實維生素D也很重要 因為維生素D它跟鈣是相輔相成的 那維生素D其實你只要曬太陽 一天15分鐘 大概在中午10點到3點的時間去曬太陽 就可以達到每天的需要量 所以反而是最熱的時候去曬太陽 在那個階段它的波長 是比較可以幫助吸收的 現在新的觀念是這樣 只要曬15分鐘 對 但是你不能全部都遮住 然後塗防曬 然後又戴帽子在太陽眼睛戴口罩 這樣就沒有 還是要去拍一下 對 所以時間點啊什麼這些都非常重要 要相輔相成 中醫師的觀點呢 比如說在營養素的吸收 我們可以喝這個 但是有沒有其他也要注意的地方 我覺得剛剛營養師已經講得非常好 那我覺得我要補充一個就是水分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喝水是對小朋友成長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他們會增加身體的代謝 那其實現在小孩子他們喝水量通常都是不夠的 對 那其實喝水到底要喝多少水呢 那其實我覺得如果一個小孩已經10公斤 他其實就要喝到快1000CC的水 對 然後 10公斤1000CC 那如果30公斤一天要喝3000CC 沒有 如果他已經比較大的話 就是體重乘以30 大概 小朋友喝水跟大人會有點不一樣 對 小孩子我就說 然後他其實那1000其實可以包含牛奶 或一些湯 只要是液體的都可以 對 但是我覺得基本的開水還是非常重要 你不能用茶 或者是用一些飲料 或是用果汁 我覺得果汁它的糖分還是太高了 對 然後 而且喝水要慢慢喝 小朋友說他可能一個早上都忘記喝水 然後他下午就是 欸 我忘記喝了我直接灌半瓶 灌一瓶 這樣其實沒有吸收 他馬上就尿掉了 那水的話大概是200CC到300CC 是我們一次身體最好的吸收量 所以你如果一次灌一瓶600CC 那個其實沒辦法完全吸收 就直接排掉 外景很難吧 你之前到外面都沒喝水吧 很難 不會 我只要一上車就會開始喝水 那還好 那我現在也是一直要求小孩子要喝水 然後我會讓他們就是每天去 我會要求你那個水壺要喝三罐 因為那水壺大概900ml 對 所以讓他們喝水是有用的 有用 而且要慢慢喝 要慢慢喝 就每堂課下課喝兩三百這樣子 對沒錯 好 所以目前呢 這個宜那雜症都解決了 那在門診方面 其實在這個家長詢問度 我覺得就是轉股 夏天好像是一個非常好的時節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每個時節都蠻適合的 但是 其實大部分的人會是說秋天 對他們會說秋冬 因為其實我們會 中藝會說秋收冬藏 然後我們秋天去給他一些補方啊什麼的 然後他到春天的 春夏的時候 就是一個茂盛生長的 芭芽 對芭芽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是秋冬的時候先給他準備好 然後春夏的時候就 就是可以茂盛的時間了 對 那因為放暑假大家在家也比較有時間 運動 所以就運動可以搭配營養的補充 對 那因為像譬如說他來看我們中醫師 有時候我們會幫他做一些穴位 穴位的刺激 對 那譬如說像一些百蕙穴啊 泳泉穴 泳泉穴就在腳底 腳底前三分之一的地方 那為什麼大家就是說要運動 因為我們都會叫他們跳繩 你想說要跳繩嗎 沒有我都沒有跳繩 對 這就是敗筆 我都打球啊 打完球也可以啦 有刺激到腳底其實都很好吃 六字去打 打兩三個小時欸 一直跳 可以可以 就是有跳動有刺激一些穴位 我覺得都還不錯 對 所以基本上有保持這些概念都很棒 那所以接下來這個 重責當然就要交給松哥 松哥交給小朋友 你覺得接下來你會 依照自己的經驗 跟現在自己有小孩嘛 對你綜合起來你覺得 我應該可以做什麼 也分享給所有的爸爸媽媽 我們這個播出是暑假嗎 對 暑假到了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醫生說的要讓他早睡啦 然後我希望他可以吃好 睡好吃好很重要 因為那個我們家哥哥 是一個很懶得吃的東西的人 他覺得我有吃就好 那我們家妹妹是一個很愛吃的人 他覺得回去說翻垃圾桶 欸 家裡今天被吃了什麼東西 為什麼我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我希望他們兩個兄妹就是可以均衡的吃 然後趁暑假然後養胖 那醫生說的嘛 到來年他就可以長 對 睡好吃好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那運動呢 我們家哥哥我是不怕啦 因為他每天是跑非常非常 以前不是可以戴那個手錶嗎 是 他一天要走兩三萬步的人 哇 對他從小學到那個 從幼稚園一直到小學畢業 對他一直戴那個手錶的時候 每天都會傳來那個步數獎禮 因為他會很有成就感 所以他就一直想要走 對然後呢 他會認識全銷的學生 跟你小時候一樣啊 對 超像的 所以我想要做的就這三個 運動 睡覺 吃飽 對 所以這應該就足夠了對不對 非常足夠 對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可是也是最難做到的 那如果有機會是讓他喝一下這個 可以可以 然後也可以來找我一下 好 要看門診啊 對專業的醫師 對 會給大家協助 今天非常感謝呢 我們家營中醫師 還有我們的松哥 以及我們的語心營養師 帶給大家這麼多豐富的資訊 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把握轉大人的黃金關鍵型 包含了我們的這個重要性啊 還有一些運動 好 充足的睡眠跟均衡的營養 那相信在這個營養充足的補助之下 都可以呢 快快樂樂的成長茁壯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我是蘇琳 雲娜保健師 我們下次再會囉 拜拜